从安曼前往马夫拉克省 一路下大雨 为了协助当地难民看病 刺激人历经数小时路 就地在进修中心办议诊 纠诊的难民把场地挤得 水泄不通 230位个案 85%都需要手术 我问过医师 医师说因为现在他们 目前的生活环境也差 或是条件就差 所以基本上就很容易得病 难民营外的帐篷区 寒风刺骨 此街人访查 十个月大的男婴 身上却有女性器官 将来可能得进行双性手术 这次一诊多半是散居 拼屁地区的难民 还有孩童病痛脱了三年之久 此街人一诊亡诊 感同身受为人父母的痛楚 大约新闻知识美之工 约旦报导